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体字 也正是这一小部分读体字通过左右的结合和上下的结合形成了众多的汉字 所以在这里把读体字咱们也单列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书写和示范 读体字根据这个笔画的排布的特征有一下几点 第一是凭证 像这个且在类似的二三王之类 这些读体字要写着凭证 另外有一类就是伸展 像类似于这个孵的 还有大 偏 太 等等 除了凭证和伸展之外 有些字看上去是很不稳定的 要不是就是往左斜 要是有些是往右斜 但是它的重心是稳的 类似于这个野 虽说这个往右下伸展的这个树弯钩伸得很长 但是因为它的左上部的密集 这个字是斜中有正 同样的 这个雨看着也是要往右下倾倒 但是因为它的左侧 尤其在左上 笔画密集 这样的话也就得到了一个矫正 好 咱们书写的同时再来一个具体的体会 相对于这个合体字来说 读体的笔画比较少 咱们写的时候就要把笔画写得适当的粗重一些 这个且通过最后一个平展的拨横 把上面的部件稳稳稳稳的拖住 笔上面两横非常紧凑 并且是完全的平直 笔画 笔画往左向伸展的特别明显 那样的话呢 鞋指往右下由重到轻 然后呢 渐渐收笔 咱们看这个撇画啊 前半段基本上是竖项书写 过了横画之后呢 开始往左下弯出 然后呢 左上出风 这样的话呢 左右的伸展也得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 在写这个读题也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横折 不要写太大 第二笔的这个竖画呢 受这个横折的影响呢 也是取斜式 最后一笔的竖弯钩 逆风远起 咱们看在这地方 我稍作停留之后 往右向 这个笔风啊 渐渐的就出来了 好 咱们再看这个鱼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拨横 非常的夸张 另外呢 这个竖钩啊 基本上和这个拨横的起 弯在了一起 这个特征啊 大家应该注意得到 这个拨横呢 波式啊 特别明显 竖弯钩 粗重 比划呢 又运转的幅度啊 比较大 你看 它基本上翻转了这个 蝉头的起的位置 包围结构啊 一般情况下有 这个 双包围 三包围 和这个 全包围 咱们先看 第一个 屋 这个 狮子旁啊 上面 也是这个头啊 不要写得太大 另外呢 就这个撇画 没有把这个口啊 全部封研 咱们想啊 如果说把它封得太死的话呢 可能这个左上角啊 就显得比较重 上部 左上 这个 通过这个撇画 和上面的这个 形成的这个半的包围呢 左向伸展 而底下这个字呢 通过加强这个 波横 右向伸展 这样呢 左右的伸展呢 取得了一个 字的 稳定中的平衡 好 下面看这个 峰 三包围结构 第一笔 撇画呢 左向伸展呢 比较 不太明显 第二笔 横折 弯钩 右向伸展 这是三包围结构 咱们再看一个门框 门框呢 书写的笔顺 左边这一树呢 有在做 撇状 就不是单纯的一个树直 这个门的两扇呢 左扇门和右扇门 中间以树中线为界线 大家注意 笔画的顺序 这里边呢 横画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底下两横 本来啊 是开 但是在这里呢 看得像井 咱们可以呢 把上面 不能出太多 横控钧 咱们看 一二三四五 速控钧 一二三四 所以大家呢 要有这么一个意识 最后呢 是全包围 全包围啊 对这个外框的要求 大家一定要 把握特别准 像第一个竖画 它不是完全竖直 因为里边 有笔画和部件 所以说呢 因为呢 略微往外鼓了一点 上面的横画呢 也是往上鼓了一点 右边这一竖呢 大家看 也是 中间是一个货 第一横 很长 小口 咱们看 这里也是横控钧的体现 一二三四五 再包括最后的一横 这是六条横画 横控钧等 大家看 最底下这个横画啊 它不是往上鼓了 而是像一个提的写法 注意这些细微的衔接 这是全包围 另外还想跟大家呢 补充一点 这个包围结构的字啊 还有很多 咱一边看这个碑 一边呢 再做一些补充示范 比如说这个丝 是右上的双重包围 那在写的时候 并且对它这个包围的外形 要做一个判断 横是往右下来的 竖呢 是往左下来的 你看 右下 左下 这样它的外部轮廓就定了 下一个横画 口 这是右上 包左下 咱们再看这个进 大家看这个横画 它没有做波横来处理 原因是因为底下有一个非常飘扬的那儿画 好 咱们看这个走之旁 一 二 三 出这个那儿的时候 一定要慢 把这个墨融进去 把这个笔形 显出来 这个呢 是左下 包 右上 咱们看这里 一个弦 这个呢 等于是 上啊 包下 那有没有下 拖上的呢 好 咱们看这个U 正好呢 通过这个三字框 咱们看 你看 咱们可以看出呢 在这里 是它要包裹的一个对象 但这个 全包围啊 咱们通过这个裹子 在这里这个裹子 咱们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基本的理解 好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 毒体和包围结构的几个例子啊 咱们再用硬笔书写体验一下 好 下面咱们依然看例子 好 咱们先从写开始写起 底下的横画呢 伸展得很长 上部的笔画就要写得紧凑 笔也是 铁那儿伸展很多 两个横画呢 就写得比较收敛 也 竖弯钩伸展很多 而 左上的横折呢 就收敛很多 鱼 单独体字啊 远非 这几个 别的字啊 可以说呢 跟它呢 某些方面啊 有相同之处 风 在写的时候啊 对里边的几个横画的 往上 攻起的 葫芦 国 刚才说了 全包围矿 这个外矿呢 不要写太大 矿之内的笔画呢 要布局 圆衬 避免笔画的 粘连和碰撞 乌 最后一横啊 加强 这个波动 接下来的时间呢 咱们 把这个 前面所讲啊 做一个 简单的回顾 比如说一个 做字头的情况 它 要么是这个头 偏大 像 这个字 关 要么那个头呢 偏小 这个弱 这只头 这个呢 是 大头 这个呢 小头 再次呢 就是 底 那做字头 那做字底的呢 像咱们今天 写的这个 也 本来没底 硬是 硬是 一位啊 照出一个底来 你看 还挺像 这个肯定的 这个肯定是什么样的 大底 大头呢 大头呢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负 大底呢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在 那 有没有 小底呢 咱们 一看 帖 就能 发现 那 比如说 咱们写的这个 曾经写过的 五字 但这些啊 都是对咱们 学过的呢 一个 最后的一个 融会和贯通 这个可以说呢 是 小底 这是 字头 和字底 同时呢 也就是 上下结构的 上和下 大底 当然是 放在下 小底呢 当然是 放在上 或者放在中 咱们再看 左旁和右旁 比如说 原本的 这个木的写法 你看 应该是 左右生长的一个木 但是既然 作为字旁了之后呢 你看 那话 变成了 点话 就跟大家 随便写一个字 你看 这是左右结构 为了解体的需要 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牺牲 和收敛 那有时候呢 作为右旁的呢 也会 有所 改变 比如说这个月 单独写的时候 这个月是这样的 但是一旦 做完了 右旁呢 咱们看 这个撇话 这个撇话 竖撇 就没有像单独写的时候 那么 往左向的伸展 也就是说 在这里啊 得到了一个收敛 这是左右结构 在解体之后 为了解体的需要 左右之间的一种 避让的关系 另外呢 就是上 中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啊 一般情况下 有这么一种情况 你看 上和中 非常收敛 到底下呢 完全铺开 再者就是 上部很大 下部很小 咱们可以写两个例字 比如像这个 这个字 你看 上部 落了这么多笔画 通过最后的一个加强 底下的这个呢 比如说 停 另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左中右结构 一 二 三 二 左 中 右 类似于像 周的这个字 当然 你看 左中右呢 是非常均等的 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下 是左右不均等的 像这个 修 不均等的原因呢 肯定是每个部件 笔画的多少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 左中右 写的时候 你写左的同时 要注意 跟右边的中和右部件 留过足够的空间 上中下结构 也是这样 所以说 咱们一般的情况下 上紧下松 就是为下面能够有充分的安排 做一个铺垫 好 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 同学们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